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喂 你好 我是易达 不舍 你有空的话能再来一下灯塔吗 啊 知道了 我会来的 你来了 同生 听好了 我们接下来也要换个地方 你已经准备好了吧 我已经准备好了 好 是这样的 其实这次想让你见的嘉宾 是碰巧刚好来到一人丁的人 什么叫碰巧刚好啊 把他们叫过来的不是我 而是横滨星龙会 海老明不是打算让黑道 进行第二次大解散吗 所以向各地区的组织打了招呼 而响应这次邀请 从广岛的尾道千里迢迢赶来 参加集会的就是这次的嘉宾 从尾道来的 广岛阳明联合会的直系组织 广赖一家的田头和松永 这两个人现在正好来到了一人丁 原来是田头和松永啊 他们好像是来探查对手 行龙会是什么水平的 不过不凑巧 若同南云留在广岛看家了 探查 如果海老明的第二次大解散实现了 对全国的黑道组织也会出现影响 所以每一个组都会去关注横滨的动向 而田头和松永就作为广岛阳明联合会的代表 来查看兴隆会了 他们两个居然成了广岛的代表 之前的广岛一家是很弱小 但最近在那边也变得挺有头有脸的了 应该是倚仗了前任总长广岛车的威望吧 他忠实地为阳明联合会的前任会长 来期猛效力 几十年来一直在幕后做着脏活 直到死去 一定是他的功绩被认可了吧 广岛留下的一家 他升格成了直系组织 因此田头和松永也成了宗家的干部 听说还挺威风的 是吗 原来是这样 怎么 你好像不是很开心哪 莫非你不是很想见他们 倒也不是这样说 只是 如果知道我还活着 他们也许不会太开心吧 我 为什么会那样啊 从前广岛一家这个组织 虽然规模小 却是一个带着非常舒服的地方 但自从我去了那里之后 一切就都变了 可以说我的出现 也算是间接害死广岚老爹的原因 如果不是我去广岛掺上一跤 说不定田头他们的老爹 到现在都还好好活着呢 我既没有辩解 也没有收拾残局 对他们来说 到今天为止一直是个私人 说实话 我没有脸面去见他们 那不是正好吗 你还是跟见一辉他们那次一样 藏起来 反正也不能和田头他们碰面 这样反而更能接受 不是吗 说得也是 而且 大家都认为你最后死在了广岛 说得夸张一点 那里就是同生一马的葬身之地 田头和松永当时也在那里 你应该也很在意 目睹你过世他们想了些什么 你这样的说法感觉很刁难人哪 我可没有那种偷窥的兴趣 不过他们在这个节点上来了一人丁 一定是某种缘分 那我们走吧 我已经调查过田头他们在哪里了 他们就在这附近的店里喝酒 统生 看见了吗 是田头和松永 他们两个看上去一点都没变呢 还和以前见面的时候一样 不 还是有变化的 现在他们身边有手下的人了 该死 我们要被这样对待到什么时候啊 亏我们还特意到航兵来 我们应该算是不省自来的客人吧 真是被小看了 兴隆会的那帮傻子们完全不知道 我们俩在广岛是什么地位 好像心情不是很好的样子呢 是因为女孩子不坐到他们旁边 而不耐烦吗 不知道 只是从这里看 是搞不清楚的 好 包在我身上吧 他们的事就让我直接去问出来 义达先生 你这是打算做什么 我没被打到此限制行动 和你不一样 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喂 义达先生 你是谁啊 我是警事厅的刑警 叫义达 你们听过这个名字吗 我又能打算吗 我为什么要起来 啊 我为什么要起来 我都叫我 你还是会受极了 我为什么要起来 这一位 一位 不许多 我还是会想起来 如果你未来 我只会想起来 如果我需要 就把他看到你 你会为我 嘛 不认杀的行径 是不是照顾过 佟生大哥的那个人哪 什么 说起来 不 但是 如果是的话 他为什么会在这里 你们是广赖一家的 甜头和松永吧 不介意的话 我能请你们喝一杯吗 我今天不为公事来 也没打算掏警察手册 不过没问题吧 反正也没有女孩过来 看你们也挺闲的 的确是呢 这 真的没问题吗 大哥 我不是很想跟条子喝酒 无所谓 一达先生不也说了吗 用不上警察手册 不谈身份 只聊天 那样就不算跟条子喝酒了 对吧 一达先生 你说得没错 这 这样啊 既然松永大哥都这样说了 那我也没意见 啊 谢了 话说回来 两位看上去好像很焦躁呢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吗 别提了 明明是他们把我们 叫来横兵的 却一直对我们不冷不热的 这里前黑道的那帮人 他们都合着火来派斥我们 新龙会准备的生意 也没想象的那么多 真不该这么大老远 跑到这里来 他们是担心自己得到的好处变少啊 你看吧 现在 所有人都在关注我们 但是 就连一个来打招呼的都没有 怎么 这里的客人 全部都是前黑道的吗 现在 一人丁里到处都是 前东城会 和前晋江联盟的人 其实我们在广岛 也混得够好的了 原本也没必要 特意来这里的 不过 阳明联和会的宗家 都拜托我们了 我们也不好不过来 难道说 只有这张桌子 一直没有女孩子过来陪酒 也是在找你们的茬吗 这里像样的女人就没几个 没有多余的 让给广岛的香巴佬 好 你说什么小子 看你们一脸嘴馋的 少来抢甜头了 你们这去臭臭 一个无赖嗓子挺大的嘛 我倒是很佩服你这胆量 你们可别忘了自己说过什么 你 你们也就嘴巴厉害而已吧 别以为那样就吓得了我 给我滚出这座城市 不愿意的话 我们就把你们打出去 你们说什么 喂 你不能出来呀 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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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 童龙院 童龙院 是你的熟人吗 易大先生 这个是 是不是的 像你们这样的大干部 要顶着广岛的名头 在别人的地盘上打架吗 会把事情闹大的 你谁呀你 好了 这里就交给我来处理 对吧 易打前辈 对对对 这家伙是我的部下 叫童龙院 好 懂了吗 你们不要出手 别傻了 这是我们的事吧 好了 都是为了你们 闭上嘴看好 不吝啰 你 别后悔 我来了 童龙 这招可不是开玩笑 小小玩家 我都能不过 我像到很快动 要投降了 一起来吧 要的 能不能 该怎么办呢 一起上 上吧 感觉不错 别迷上我呀 好男人在 真是吓到我了 你真强啊 行径先生 你刚刚简直像是真正的黑道一样了 说不定 打架比我们还要强 是吗 我倒不那样觉得 不过 居然有这样厉害的人 难怪警示厅那么优秀 是不是 不好意思 这家伙话很少 那才更好 真正的男子汉就得这样 回想起来 那个人也一样 对吧 大哥 我也想起来了 天头 你是说同生大哥吧 对吧 仔细一看 这个人确实有点像同生大哥呢 嗯 嗯 嗯 这个是 是吗 怎么说呢 我和同生相处的时间比你们长 看看 那家伙比他更有男子气概吧 的确是 的确是 天头 仔细看看 你说他像同生大哥是跨过头了 说得也是啊 不过名字倒挺像的呢 同生和同龙院 对吧 这两个名字 听起来都很强 不过同生一马 对我们来说是个非比寻常的名字 是啊 毕竟 与那个人相遇之后 我们的黑道人生 就完全改变了 是啊 这样吗 是怎么变了 是朝着好的方向变的 还是说 这个嘛 该怎么说呢 和同生大哥并肩战斗的那个时候 我们的宗长广赖 和宗家的会长来一期也死了 伪道公开的那些只是表象 至今也没人知道背后发生了什么 大家都认为那一切和大哥有关 但他已经死了 很多事都不了了之了 从战争年代的贪污 到战后的权力争斗 就像是把同生大哥拿去善后了一样 警察好像也说 因为同生医马死了 不能继续调查 所以他们也什么都不清楚 还真敢说 那样就没法调查了 这怎么想都不可能吧 多亏了警察摔手不干 不少身处高位的政治家大佬 都捡回了一条命吧 就是那群被称为大盗司一派的家伙 不过跟他们有关的阳明联合会 也把我们组升格为直系组织了 简单来说 广赖一家这个组织 脱了同生大哥的福 开始风生水洗了 任牙丁的老居民经常拿我们开玩笑 说我们也因此威风起来了 那真是 太好了 怎么 我没说错吧 不过 比起这些事 我只是感到非常空虚 确实 空虚 什么意思 广赖一家的正式组员 除了头南云以外 加上我们也就只剩下三个人了 最年轻的永泰 现在在冲绳过得很幸福 那当然是件好事 但 作为黑道 他应该再也不会 像那个时候那样热情高涨了吧 我们看着同生大哥的人生 可是都热血飞腾了 我还亲眼看到了 传说之龙同生一马牺牲的那场大争斗 光倒不会再发生那么大的事了 在那之后 我们一直都不温不活的 那真是让人感到很空虚 这件事上 广赖老爹一定如愿以偿了 最后 能和那位同生一马打上一场 死得轰轰烈烈 他死后 看上去也是一脸痛快的 是啊 这样就不用再给莱七猛做脏事了 或许这也是一个原因吧 不过 如此帅气的死法 真是黑道的荣耀 所以 像刚才那样有无聊的家伙挑衅时 我们也乐意奉陪 如果劝我们的人不是警察 说不定被打的人就换成他了 别开玩笑了 不过 仔细想想也是 打架真的什么用都没有 我们 是不是在不知不觉中堕落了呢 广赖老爹也好 童生大哥也好 我们总是细数失去的事物 一直谈论着过去 只会像刚刚那样自认了不起 如果让天堂的那两个人看到的话 真是无地自容 总感觉 今天同龙院先生打架的身姿 让我们认识到了这一点 说得是啊 是啊 究竟是为什么呢 怎么 要回去了吗 我请客 你们完全不用客气的 不用了 我们确实得回去了 星龙会的情况 也差不多了解了 比起那些 我现在更想早点去 跟南云头说说这里的趣闻 什么趣闻 就是我们这次 在横滨的一人丁 偶然遇到了一个 不输给同生大哥的男人 头目一定会说 不可能有那种事情 然后我就会这样回答 无论你觉得 这件事有多不可能发生 但我是真的亲眼看到了 我也觉得 哦 是这样啊 好吧 那我就不留你们了 他就算是一样的 那怎么会有 你怎么会想的 你怎么会有 你怎么会有 你这就知道 我说 会被海老明的话引诱的程度 今后 广岛应该也会采取 独立经营的方针 童龙院先生都这么说了 那事情就这么定了 我们今晚 就打算离开横滨回去 这样啊 那就好 谢谢你的关心了 童龙院先生 我说 你觉得他们是不是 注意到你的真实身份了 谁知道呢 真是的 要是当时默不作声地 放任他们大打出手 就会发展成 扯上扬名联合会宗家的 大骚乱了 现在这世道 最后广岚一家 说不定会被当成替罪羊 逐出组织 但就算是那样 你也不能出手吧 要是被他们发现了 可别怪我 我明明也没有怪你吧 应该说很感谢你才是 要不是靠着你强硬的安排 我也不会有机会 和他们说得上话 毕竟我是一个把广岛搞得一团乱 最后还自说自话死了的人 我根本没有资格 问他们之后的情况 不过 却一直都把他们放在心上 那就好 多谢宽呆 多谢宽呆 我会再来的 那就回头见了 同生 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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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